318章 结丹中期 她到天际之时正是在东海之冰临海城落脚 之后的事情墨天歌都知道 她建立了碧轩阁在临海暂时其身 只是就在这时她竟发现自己生怀有孕 这个时候已经离她与钟慕林一夜夫妻过去了五年 按照常理若是有孕怀胎十月也就产子了 但墨瑶庆是修饰有极小的几率出现隐胎 所谓隐胎就是胎儿还未发育就被灵机包裹 所以迟迟没有发现怀孕的征兆 墨瑶庆与钟慕林一夜夫妻后便闭关结因 结因之时灵机纠缠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大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个孩子钟慕林自始至终都不知道 直到数年之后才发现墨瑶庆给她流下了血脉 墨瑶庆始终是舍不得这孩子 念及她的父亲钟慕林是个良善之人 她最后还是决定将这孩子带下 可惜的是这孩子虽有两个原因修饰的父母 却没有灵根 墨瑶庆无奈去了俗世装了几十年的凡人 将这孩子养大 带到这孩子长大成人拾其身子 墨瑶庆这才假装老死 脱身回了灵海 看到这里 墨天歌对这位祖先有了不同的看法 除了性格坚毅果决之外 她也是个女子 更是个母亲 徐德修时对于没有灵根的孩子不屑已顾 但她却为了这孩子装凡人 装了几十年 这一段技术 墨天歌感觉到她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悲凉 她怀胎数年生下的孩子 血肉相连的人 却没有灵根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生老病死 所以她宁愿将这孩子放在俗室 钻结母子亲缘 生育后代 对修士来说 如此残酷 哪怕父母双方都是原因修士 也无法保证 生下来的孩子具有灵根 她不由自主想到自己 与秦熙结为夫妇后 他们二人都没提过这个问题 她隐约想过 却没有声响 因为修士与凡人相比 更不容易怀孕 直到此时 她才发现这个问题如此残酷 她与秦熙都是道心坚定之辈 苦修之事 根本不适合有孩子 更不用说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 她若没有灵根 要怎么办 让她得知修仙的世界 却没有修仙的缘分 该是如何的残忍 只能将她放在俗室 如此 却是清缘难事 想了一会儿 墨天歌叹了口气 将这个问题丢在脑后 既然不适合 那就不要好了 反正秦熙在闭关 最起码一二十年才会出来 到时再说 返回领海之后 墨瑶青继续修炼 天急虽然比云中要小 可昆吾有那么多修仙者 繁荣程度不比云中差 她在这样的环境里 隐居领海 没有仇敌之忧 顺利的进阶园云中期 中间她也曾回云中 仗着自己法宝众多 实力强大 想要寻仇 结果却发现 昔日破坏的那位太上长老 竟然已经作画了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墨瑶青待着许久 终是叹了一声 放下仇怨 直到这时 她才看破了 什么仇怨 终究是抵不过时间的 原因休时 有千余年的寿命 可那又怎么样了 她们总有一天 会陨落 会作画 到那时候 约不过黄土一杯 回了天极 墨瑶青潜心修炼 但是再也没能进阶 到此为止 肺果修为的后遗症 很严重 她始终 迈不过那个坎 在原因中期 蹉投了几百年 终是没能进阶后期 最后作画与天极 作画之前 墨瑶青将自己的生平记录下来 回顾自己的一生 她一生都在与命相争 直到结束 无怨无悔 放下遇见 墨天歌 坐了好一会儿 吐出一口气 抬头望天 一天 已经过去 正是彩想满天 不久之后 黑夜就会降临 可那又怎么样 还有满天心子的美丽 还有黎明 值得期待 她笑了笑 将墨瑶青的遇见收起 盘膝打坐 她虽没有墨瑶青的金石材质 却有她没有的信誉 她遇到了真心待她的师父 有了两情相悦的爱人 她虽然也有失去 却得到了更多 一入定 仙境很容易进入了平和虚无的境界 天地仿佛融为一体 空灵凝 天内的混元开始运转 五行相生 阴阳流转 深深不息 墨天哥觉得 自己进入了一个很玄妙的境界 这个境界 她从来没有体会过 她觉得整个人都融入进去 渐渐地没有了自己 风在吹 鼻端有花草的清香 耳边有海浪的潮声 她仿佛睡过去 又醒过来 再度睁开眼 仍然是黑夜 墨天哥不知道自己修炼了多久 只觉得神清气爽 神采奕奕 她运转了一下灵气 感觉丹田内有些异常 似乎有些蠢蠢欲动 她感觉自己特别想继续修炼 让这些灵气运转起来 吸收外面的灵气 通过经脉 到达丹田 她的修为 如今已是杰丹初期顶峰 吸收灵气 已停了一段时日 这段时间修炼 也只是入定调息 如今这情况 难道是身体想要进阶了 想到此 她心中一喜 离杰丹成功 还只有十几年 她原本没想过 这么快就可以进阶 她天资不凡 单雅不缺 修为的增长速度 本来就快 但这样一来 心境的修炼 就会晚一些 往往要在某个阶段的顶峰 停留一段时间 才会突破 就像筑基石一样 她刻意压着修炼速度许久 才让心境跟上修为 可没想到 这一次居然这么快 才十几年 就可以进阶了 仔细想想 或许跟她读了 墨瑶青的生平记录有关 墨瑶青记得极详细 那半天时间 她跟着遇见中的墨瑶青 或悲或喜 或哀或怒 几乎等于经历了 墨瑶青的一生 在这个过程中 她体会了很多 也领悟了很多 也许 这是因为如此 心境突飞猛进 才有了进阶的冲动 照理说 要进阶的话 她该进虚天青 可不知为什么 她突然很想坐在这里 感受着墨瑶青 感受过的一切 说做就做 墨天歌在周深 不小简单的防御剧炼症 剧出了数种弹药 盘膝而坐 就地闭关 这样小境界的进阶 要随意的多 不像筑基结丹那么难 此处又是荒芜人烟的 东海深处 所以墨天歌 只是扶下青云丹 和固本丹 便闭目 开始吸取灵气 日升月尘 潮起潮落 在大海的波涛里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墨天歌听着海浪声起落 仿佛回到遥远的五千年前 那个高傲坚毅的女子 生活的年代里 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只有时间而已 凡人会生老病死 羞蚀会进阶陨落 随着时间的推移 哪怕再精彩绝艳的天才 最终都淹没在时间里 任由荒烟 慢草 将之掩盖 失去痕迹 除非修成真仙 跳出轮回 这样才能把握时间 把握永恒 成为天地的一体 永不湮灭 四个月后 墨天歌睁开眼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 一切并无改变 可浑身 领起之充盈 却远朝闭关前 这四个月过去 他也顺利进阶 结诞终其 想到此处 他微微一笑 虽然他结丹 并不比秦夕早 可进阶结丹中期 却要比他年轻 他记得 秦夕说过 他进阶结丹中期不久 就去了天摩山 而那时候 他也是116岁 与秦夕相比 并非他想争什么 而是两人 如今虚伪相差太大了 他须得早些赶上他才好 如此两人 才可以并肩前进 想到秦夕 莫天歌的思绪飘远 他离开玄清门 也有半年了 分离半年 着实有些想念 也不知 他如今情况如何 假如知道他进阶结丹中期 一定很高兴吧 也许该回去了 他喃喃自语 虽然回去 清晰忍在闭关 但还是能偶尔见一面 想了一会儿 他又摇摇头 这样可不行 修饰千余年的生命中 要经历多少次闭关 只不过才半年 若是时时挂念 如何能够心无旁骛的闭关 他可以做到 他也应该做到才是 可接下来做什么好了 莫瑶清的洞府寻到了 目的已经达成 若是按原来的想法 应该好好参悟莫瑶清 留下的修炼心得才是 对了 这里是东海 或许他可以在这里 一边参悟 一边练习海收 弄到点宽物没有的腰单 说不定什么时候有用 而且还可以带来 自己的斗法能力 想到这里 莫填个牌掌 那就这么办好了 莫瑶清所选定的 这个洞府的位置 已在东海的深处 这里出没的海兽 多以五六阶为主 偶有七阶 五六阶相当于 人类修饰的 结单初中期 七阶相当于 结单后期 恰恰适合莫天歌 当然 此处是东海深处 在海上与海兽相斗 也许会比路上艰难 但人类修饰的 斗法能力 本就比妖兽强一些 哪怕海中妖兽 也是一样 只要不是遇到海兽群 莫天歌自负 自己还是可以应付的 就算不敌 他也可以逃 这般想定之后 莫天歌着手 做一些准备 比如 假如被围攻 怎么办 还有 虽然他在这里 见过的海兽 没超过七阶的 可指不定 有八阶海兽出现 怎么不能等撞见了 再做准备 按理说 莫瑶青这个山谷 是最好的藏身之所 这般强大的禁止 想必就算是八阶海兽 也无法冲进来 他若是来不及 进须天境 只要往里一冲 就可把海兽 担在外面 可是 他从修炼时出来 禁止 立刻就恢复了 按理 七绝症 也会恢复 想再进去 又要破证 为此 莫天歌又费了番功夫 一开始想试着 从山谷另外开条路 结果发现 莫瑶青设下的禁止太厉害 哪怕在里面 也很难破解 后来想着修改七绝症 结果 一进七绝症 却发现 此症 论他来去 畅通无阻 他惊讶无比 明明此症 已经恢复了 里面灵气 仍然稳烂 像他刚来时一样 为何他入内 却根本不与攻击 最后 又试了试 莫天歌发现 他有太极八卦图在手 七绝症 根本不会对他攻击 发现这一点 莫天歌喜不自胜 如此 他根本不用开什么禁止 也不用再破七绝症了 仅仅一件太极八卦图 就如此厉害 莫瑶卿 那件本命法宝 摄魂灵 该是如何的威力 莫天歌不由神往 可惜 那是莫瑶卿的本命法宝 他已作画 那法宝 应该也已经毁了 不过 他的本命法宝 也不差 他手中的天地扇 原本就是莫瑶卿 构想出来的 莫瑶卿在手机中 被瓷宝评价极高 可惜的是 所需材料太难找 他也无法做出来 而莫天歌 却是机缘巧合 得到了太古神兽 神龙之谷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 即时收听